自家厕所 那便用铅笔做标记 而这样的骑士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白人雇主不允许女佣使用自家厕所 因为他们认为 黑人身上有传染性病毒 使用过的马桶不干净 工作上备受骑士 生活中也不例外 即使是成功交车 黑人也会被半路赶下 在那个年代 白人家庭中会雇佣一个黑人 照顾一家的饮食起居 女主人们忙于各种聚会 无暇估计家中事务 但他们总在聚会的空隙 有许多针对黑人的规定 比如在屋外专门修一个黑人厕所 不让他们在家里方便 再者 不让他们和雇主同台吃饭 此外 霸解还四处宣扬 黑人身上带有病菌 阿元是黑人女佣之一 工作几十年 她照顾过十七个白人孩子 她喜欢孩子们天真单纯 孩子们也喜欢她圆嘟嘟的样子 作为一个黑人女佣 得到的报酬并不高 阿元倒是无所谓 毕竟能吃口饱饭 已经很好了 平日里 除了打理一家人的起居 她还得照顾好眼前的女孩 对于女孩而言 阿元如同她的母亲 她也更愿意叫她妈妈 而她的母亲 只顾着参加聚会 从来不管她 聚会上 大家讨论新的法子 来对付黑人 所有人都出谋献策 而坐在一旁的小美 显得格格不入 她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于是毕业后去报社实习 对她而言 黑人保姆是将她带大的人 甚至自己的母亲 听到那些讽刺黑人的话 她会当场反击 并且 她下定决心 要写一篇报道 记录黑人在白人家庭的遭遇 小美无心参加聚会 于是找到阿元聊天 实际上 她想请阿元做采访 为黑人的不公平待遇发声 初步采访 小美收获颇多 她将初稿寄给报社领导 对方表示很满意 但仅有一个人的经历 不足以说明什么 因此 寻求更多的黑人 让他们主动发声 成了小美的当务之急 她可怜了这个黑人 只是上个厕所 还得小心翼翼 不敢发出声音 因为白人认为 他们在家里上厕所 不幸的是 米奇还是被雇主发现了 即使无外吓得大雨 但还是被赶出了家门 家里几口人全靠着她养活 如今丢了工作 丈夫更是对她拳打脚踢 此外 雇佣米奇的霸解 不仅开除她 还四处造谣 说米奇偷东西 这让镇上所有家庭 不敢再雇佣米奇 米奇被递上绝路 实在忍无可忍 第二天 她端着霸解最爱的苹果派 去她家道歉 米奇是整个镇上的美食家 看着她做出的派 霸解很难说拒绝 餐桌上 她一口接一口地吃着派 享受美食的同时 嘴里还不断羞辱米奇 你这个黑人 哪个派就想讨好我 放心吧 没人会再雇佣你 她认为米奇是想求她 让她重新回来工作 殊不知 这个派里面 早已被米奇加入独特的材料 而这个材料 真是米奇的派泄物 看着霸解丑陋的嘴脸 米奇怒气冲冲 这场报复行为 虽然米奇出了一口恶气 但也让她失去了工作机会 晚上 她去找好姐妹倾诉 却看到她在接受白人记者的采访 小美告知来意 说这是为了反对黑人歧视 为他们争取公平权益的访谈 米奇尽管知道事态严重 但还是对着小美侃侃而谈 从自己的美食造诣 说到黑人的悲惨遭遇 莫过多久 米奇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谷主叫大美 基本上没人愿意去她家干活 除了米奇 因为大美嫁给镇上最帅的男人 受到妇人们的冷落排挤 与那些妇人不同 大美天真豁达 没有丝毫的贵妇架子 她会认真请教米奇 关于各种美食的烹饪 吃饭时 她会主动与米奇同桌 谈到米奇受伤 她会为她清理伤口 告诉她 面对暴力 不要沉默 要赶云还击 她倒霉了这个女人 居然被女佣在自己最爱吃的派里 加入了排泄物 她想开口还击 但想到刚吃下的派 突然繁胃响土 看着她这富炯样 一旁的母亲大笑 斥责她活该遭受报应 之所以遭到如此报复 是因为几天前 米奇在八姐家上了个厕所 就被扫地出门 不仅如此 八姐还带领整个镇子 打压骑士黑人 她宣称 黑人身上带有传染性病毒 禁止他们在家里上厕所 身为记者的小美 看不惯八姐的做法 故意在报上刊登募捐信息 以霸姐的名义 收集黑人用过的马桶 很快 一堆马桶 摆满了霸姐的家门 而她曾对黑人 做过的种种恶行 也被刊登在报纸上 然而 当时政治平权运动时期 肤色之争事不可挡 就在报道发出当晚 接到枪声四起 黑人被无辜枪杀 阿元滴滴撞撞跑回家 她找到好友米奇 两人惊惊胆战 不仅开始怀疑 他们对记者说的那些话 会不会给黑人 带来更大的麻烦 另一边 小美瞒着报社 开等了反对 种族歧视的报道 但面对黑人屡次受害 她意识到 现在做的一切 远远还不够 于是 她跑去找米奇和阿元 非曾想 屋内挤满了黑人 枪击安静的突发 让他们意识到 如果再不站出来说什么 或许就没有机会了 黑人们一一述说 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小美仔细记录 将大家的故事收集起来 最后经过整理 她将这些故事 写成一本阐述 种族歧视的书 此书才发行不久 便在镇上引起热议 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 都看得津津有味 书中那些关于黑人的经历 让他们大惊失色 白人似乎切身感知着 黑人们的心酸不易 渐渐的 镇上的白人 对待黑人的态度 也有所改变 米奇也在大媒的鼓励下 离开了家暴的丈夫 米奇和阿元的勇敢发声 被社区的所有黑人赞扬 因为书上无法真实署名 他们便在封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将书籍送给阿元 另一边 小美将代表小镇前往纽约 参加关于反其事的活动 她并不确定关于这件事 她能带来多大的影响 这犹豫要不要去纽约时 阿元和米奇赶来 将那本签满黑人姓名的书 送给她 小美欣慰地笑着 尽管反其事这件事逐渐发酵 但接下来会是怎样 没有人能够确定 唯一确定的是 我们都希望在未来 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剧情电影相助 上帝说 我们需要爱自己的敌人 这很难 但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没有人问我 作为这样的自己 有什么感受 但当我说出我的内心感受 我感到了自由的快感 有些事情 只要不说 永远不会有转机 但只要说出来 尽管只有一个人愿听 也许奇迹就会发生